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伯師 王子才能夠順利地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 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吧 好了,今次和大家介紹這個療劑 就叫做無千苔 學名叫Drosella rotundifolia 英文是新雕 新雕 一種植物 其實這種植物 通常會生在一些比較潮濕的草原 或者在沼澤旁邊 通常這些植物 動物都會避開它 有記錄說有些羊 有時候吃了這些植物 不小心吃了之後 接著會發出嚴重的咳 咳到死亡 所以在哈尼曼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主要的 對白日咳的主要的療劑 在18世紀 很多德國的醫生 都是用這個療劑 是醫治喉嚨生 肺胸問題 甚至乎是醫治喉嚨 甚至乎是醫治喉嚨 那他亦都發現 很多的動物 被貓吃了這個植物 中毒 然後晚上可能死了之後 解剖發現有很多的肺療 那些粒 通常這個療劑 我用的是一些比較低分能 不需要用高分能 可以這樣說 Josella這個無尖苔的新雕 大家可能都 有些印象 都見到 這種一種是食 動物食昆蟲的植物 它有很多一枝枝的管道 上面的頂部 尾部有些很黏液的液體 有時候那些植物 那些蚊蟲 那些不小心接觸這些 就黏住了它 慢慢被這個植物吃掉 所以這是一種食育的植物 食昆蟲食育的植物 這個療劑 如果你什麼都不記得 你只記得這個療劑的應用 主要是用在八日咳 如果你說這個療劑的應用 你只記得一個應用的地方 記得是用在八日咳 Hooping Cough Hooping Cough 通常這種療劑 通常這種療劑 通常是很經聯性的療劑 夜晚的療劑 吸到吐的 或者是漏鼻血的 通常無尖苔 通常的療劑 通常的療劑 是很痛的 胸口吸到很痛 所以它一定會抱著胸口 不讓它吸到很痛 當然人的情緒會很悶症 很不安 經常覺得喉嚨 氣管喉嚨有很多東西頂住 不舒服 它也會逐傷 會咳到逐傷的咳 聲音沙啞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 年紀大的人 慢性的療劑 癌的年紀大人 通常有些很厲害的咳 什麼都幫不了 有些時候 在療劑管癌的時候 或者八日咳 吞煙吞都不可以 尤其是固體食物 典型的八日咳 它們通常就是 睡覺時差 或者趴下睡覺時差 通常你的小孩子 八日咳 很難叫睡 可能睡一個小時 它會醒 然後咳咳咳 它也很怕焗的房間 要打開的窗碗 申請空氣 會比較好些 那很多時候 它的頭 頭一碰 那個枕頭 就會咳得很厲害 OK 當然 在同類療法的療劑裡面 對付八日咳 其實 都有幾隻 除了這個無煎台 除了這個 我們還有其他 其他 譬如 另外一隻 是 Protuction Protuction 是八日咳的病 病質藥 即是用八日咳的痰 製造出來的療劑 它叫做Protuction 就是八日咳病質藥 病的物質藥 另外一隻就是antimonium 酒石酸體 還有一隻鱗 還有兔根 這些主要是 幫助處理八日咳的療劑 當然每個療劑有它的特性 譬如那個 酒石酸體 antimonium 通常的主症 就是它的痰劑很厲害 你聽到痰聲很響 差不多整個肺器管 浸在痰液那裡 多數有很多白痰痰 這個就是antimonium 這個主要的症狀 這個肺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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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肚筋 主要是吐 嘔吐 作悶嘔吐 加上又會流鼻血 痰 但是重心 是那種嘔吐 所以叫做肚筋 接著就是輪 那輪的重心 就是有流鼻血 流鼻血 甚至八日咳 流鼻血 整個臉 就是鼻血 全部是 黏滿了血 還有病人的身份 就很緊張 害怕到死 因為看到這些血 每一個症狀 都有些少少的 不同的地方 好了 還有一種病 我們就叫做酵酵 就是酵酵 酵 很多時候 就和八日咳 很相似 通常這個酵酵 那種酵酵 就是有一種 好像一種肥的 犬肥性 好像鋸木 犬肥性的咳 那在同學療法 過去 遇到這個問題 是 Constantin Herring 這個同學療法的醫生 曾經 就是建議了三種療劑 是當時 在1970年 1980年代 是專門 是醫治這個 酵酵酵 那這三種療劑 就叫做 Aconite Hypersal Spongia Aconite Hypersal Spongia Aconite就是那個 烏頭 Hepersal就是 硫酸 鈣 還有一種 就是 Spongia Spongia 海綿 即是烏頭 流化鈣 流化鈣 Hepersal Calcium Sulfi 流化鈣 和海綿 Spongia 這三種療劑 在早期 通常那些藥店 就會賣這三種療劑 遇到這些酵酵 遇到這些酵酵 那你就輪流吃 先吃一二三 一二三 輪流吃 可以這樣說 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機會 都已經搞定了 始終其中這三種療劑 其中一種療劑 都對的了 OK 所以有時候 有些醫生的經驗 就認為這樣效果很好 當然一般的市民 一般的用家 可能不是醫生的 他都用這個方法算了 就好像 好像over the counter 那個藥店 自己都買得到 OK 袁醫生 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 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沙甸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